现在正式开始教电子 我们要教的是心酮电子 这个反应我们过去看过了 心加硫酸酮产生 酮加硫酸心 如果你再仔细看一点 心加变成硫酸心 前面是心原子 后面是硫酸心离子Zn2症 表示什么意思 失电子 对不对 硫酸酮 Cu2症 变成同 从二症变成没有 什么意思 得电子 对吗 所以有人失电子就有人得电子 然后你就会晓得 谁发生氧化谁发生 还原 失电子的叫做 氧化 得电子的叫做还原 OK吗 有人就问你谁氧化谁还原 那 所以这是一个氧化还原反应 因为我们前面有废过心的活性大于铜 所以心比较喜欢失去电子发生化学反应变成心离子 那所以心就比较喜欢失电子 所以心就比较发生氧化 那么铜就会发生还原 那么这里面呢就有电子的转移 所以你可以做成一个电池 做成一个电池 OK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过 你们会玩一些科普的游戏啊 剩下活动 有人可能玩过这件事情 好 好像这件事情 就是做一个电子 做什么样的电子 这个 有人玩过吗 有人用柠檬 啊 有人是用柠檬 啊 也可以用那个什么 嗯 那不是 不是 我再想起来要什么 不是奇异果 那一个圆圆的水蜜桃 不是水蜜桃 啊 葡萄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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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两片金属 那水果就是电解质 水果就是电解质 然后会产生电 不过这个电也不大 电也不大 通常就要来点LED灯 点LED灯 那你多串几个电压就比较大了 那比较大了 这应该有人也许玩过一些参加活动 玩过这个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简单的浮打电子 两片金属 有一个导电物质 所做的的电子叫浮打电子 那我们要介绍这种 丹尼尔先生发明的 丹尼尔先生发明的 这个电子长这样 心碰到硫酸心 红碰到硫酸桶 这样就不会自己打架 心跟硫酸心不会作用 红跟硫酸桶不会作用 不会自己跟自己打架 心加硫酸桶产生铜家硫酸心 心喜欢吃电子 变成心离子 然后呢就有电子被吐出去 好过来 然后呢被谁得到 酮离子得到 酮离子就得到变成酮 所以心加硫酸铜变成酮酸铜变成酮酸心加铜 我们就跑出来 所以上面有反应标准 心变成心离子 酮离子变成酮 那于是乎 这个框框就是一个电子 对不对 这个框框就是一个电子 电会跑出去嘛 对不对 电会跑出去 所以这个框框就是一个电子 OK吗 好那你看哦 那哪一边哪一边有负电跑出去 心满 所以心满是什么籍 负籍 通满是什么籍 正籍 那就解决了我们刚才的 第一个问题 谁当正籍谁当负籍 也解决了我刚才第二个问题 上面写叫做正籍办哪一跟 负籍办哪一 不然等一下我们再说一次 我们等一下再说一次 这样解决 所以这个框框就叫做电子 心鸿电子 OK吗 那种电子 好来伸电出去 仰化还原反应 它有个名词叫做阴极跟阳极 国中现在已经不用这个名词 国中已经没有阴极跟阳极 国中只有正极跟负极 高中以后才会出现阴极跟阳极 我只是先提示 阳极不一定是正极 正极不一定是阳极 不一定这样 那至于什么叫阳极 什么叫阴极 高中以后再说 我们国中现在没有 我们国中现在没有 我们就现在 好 就是个简单的先跟各位说 心铜电子长得像这个样子 OK OK OK